收銀台怎樣才可以提升客戶服務的體驗呢? 大家好,我是數赤你們的商業軟裝設計師 不論是餐飲,是你們的零售,是教育中心也好 其實收銀台除了可以引爆銷售沉列一些小商品之外 都是很容易幫助你輕鬆地提高客戶服務的體驗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怎樣做 其實收銀台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收銀台絕對不是你們員工的用餐位 亦都不是他們的工作的一個崗位 不是在做文師處理 收銀台其實是對於你整體的客戶服務 最後一程的體驗是非常之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最後客戶付錢的時候 是怎樣包裝 令客戶體驗到你的產品的價值 包括你們的一些食物和零售的產品 體驗出一個質感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關注數赤每日軟裝小貼士 再來打造網紅店引爆銷售 之後我會和大家繼續分享收銀台 怎樣才能提升你的品牌形象 如果有什麼想知道有什麼想問 歡迎留言給我 多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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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